披露智慧的慈激之功推动21天健康素食挑战 推速之余也成立饮食品质管理小组 让挑战者可以吃到不一样的素食 品馆组我们也不会怎样品馆 还好特别Eddy有说他们会全力在支持我们 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我们才敢接下来 但是中央的要求比较严格 每一个餐都要很仔细地列明 他们的SukuSukuSparro 我们就跟餐管一步一步的 吃素也要吃出健康之道 素食餐厅业者和营养师 调配出营养均衡的素食餐单 餐厅业者也想方设法用天然的食材 烹调出最健康的素食 整个过程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们每一餐其实都是经过平板员的试吃 然后我们再调整 然后到最后的呈现这样子 虽然我的餐厅原本就是强调 无加工品啊 少油 少盐 少糖 这一次呢因为我们还有更高的标准 甚至要求无 就是无糖 然后挤少油 然后甚至挤少盐 我们慢慢做之后 我们发现可以做到无糖 不只是少糖 所以我也可以跟你们说 这42餐我们是完全没有用到任何一粒糖在里面的 我们全部都是用很天然啊 比方说椰枣 就是胡麻 红枣 甘蔗等等这样子去去去呈现出那个甜味 从采收蔬菜 洗菜 到包餐盒 每一份健康餐点 背后每一个细节都包含志工的爱心 推述不遗余力 志工费心准备一个个营养均衡的素食餐盒 不只吃出健康 在这个疫情年峻的时刻 大家更要辱树不深 用行动做好心灵防疫 大约新闻 这三美之功 张爱玄 陈立明 魏玉帝 马来西亚采访报导 多谢观看 这个感谢观看 你们两个人都在下面 我们从一中一开始 大家最喜欢的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